聊一聊 那我知道说你刚刚告诉我说 像有很多里面的这些手势 都是你自己设计的是吗 对 基本上呢 我们的手势的部分呢 是我跟我姐姐两个人一起的合作 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品呢 都是我们在这里 自己制造 自己手工制作的 对 所以跟你一般这种百货公司买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们走的是精致路线 所以呢 感觉得出来 你希望如果说能够找一些 比较类似像是Boutique这些东西 这些style的东西的话 我们刚好就是复合是这样子的 对 这样子的走向 一般人想到中国城就是想到 就是来吃东西 或是外面一些纪念品可以买 但其实呢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小店 宝仓一样的 你可以来这边挖宝 还有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可爱 所以如果你要买 不管是买来自己带也好 或是送人也好 都可以感觉出来呢 有放这心思在里面 是的 每年在洛杉矶中国城 都会因为中国节庆 举行各项庆典活动 例如新年的金龙大游行 而今年为过中秋节 北美中国排球邀请赛 也特别首次于9月5号到7号 在洛杉矶中国城举行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上他们的网站查询详情 另外现在的洛杉矶中国城 在新一代美籍华人的推动下 有越来越蓬勃发展的趋势 在重庆广场附近 集中了许多艺术画廊 聚集了许多新生代美籍华人 或是一般美国艺术家 在此展出作品 这幅典的囧场是 我们就是叫似符的 似书的似书的似书 就是在这里的似书 但是在这里的似书 中的似书 中的似书 我听到的 有几十两个似书 在全新的城市中 超過一半的地方都在這間餐廳 在這間餐廳 對,在這間餐廳 對,在這間餐廳 有些餐廳 因為很多的餐廳 都保持了原本的餐廳 由原本的餐廳 在這間餐廳 即使它是一種藝術廳 但他們想要那種藝術廳 對,在這間餐廳 所以,在這間餐廳 有32的餐廳 超過一半的餐廳 我們是在這間餐廳的 北方的餐廳 是中興廳 這就是在這間餐廳 在這間餐廳 所以,是這間餐廳的餐廳 在這間餐廳的餐廳 對 我們在這間餐廳 那是中間餐廳的餐廳 啊,我明白 所以,我明白 這間餐廳廳是兩半小時 所以,我們不能夠展示你這間餐廳 但是,如果說呢 你想要來這邊 來看更多 了解更多中國城的一些歷史背景的話呢 真的,我建議大家可以參加這個導遊啊 因為呢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你一般人就不會了解 像我近時使道 這個不小心 我收到這小的東西 哦,是的 它是我們的藝術面圖 這個藝術面圖 讓你可以開 這是一個地圖啊 你可以 如果說你自己想要來看的話 它會告訴你哪些藝術餐廳 你可以去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呢 重慶路 大部分的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呢 藝術愛好者呢 可以來這邊呢 來見賞一下 就像剛剛Helen講的 你可以上他們的網站去 來了解更多 他們每一家畫廊開放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一般人不會想到 在中國城其實有這樣子的一個寶藏吧 藝術愛好者真的要來這邊瞧瞧 OK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還有更多的Soul LA 馬上回來 來到洛杉磯的中國城 如果你不想開車的話 其實有一個非常方便的方式 那麼就是可以搭地鐵 你看我後面的就是這個金線 你可以搭乘這個金線 就會在這個應該在 像我們現在在這個Broadway上面了 那麼短短的這個距離 你以下就可以走到這個中國城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開車 你覺得這邊停車很麻煩的話 其實是可以搭地鐵 非常的方便 在洛杉磯中國城 還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天后宮 新廟自2005年成立後 不但是許多華人善男性女拜訪的地方 它也成為洛杉磯中國城 非常重要的觀光景點 這個天后宮是第一次的旅程 它其實是一座的一座圈 它是一座圈的圈 如果有些人想要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們要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們可以在這裡做出的行程 他們可以先去參加這個活動 如果他們可以先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們可以先去參加這個活動 在我們在中國人類的活動 我知道這些活動是在英文 但有些人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记者会会在中国台湖中语统的行业 他们会想到中国台湖中心 对待市场主要是主要说中文 但是我和其他状态会说中文 所以我们应该能够通过一些东西 然后我认为对舞台湖中心的功率 是帮助所有人的人 即将来是中国人或往往的一年养 有数年年轻年代或是更新的移民 我們肯定想要展示中國的歷史在美國和西亞 所以我們會努力跟我們在一起 我合作同意,在英文中,你會接到更多的觀眾 但是如果有一個Mangarin的搭配的話,那會好,也好 謝謝你! 我們很愛你介紹中國的歷史 好的!我們稍微學習一下廣東過後,我們馬上回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留很多这种最原始的中国城的历史古迹之外 它里面也有很多新的店 很值得大家一看 另外还是像在Broway大道上面 有一些很多小商店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像西贡广场 有很多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捡到一些便宜 可以找到一些好货 另外像中央广场隔壁的重庆广场 其实也是新的规划之一 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这种新兴的画廊 所以如果你是艺术爱好者的话 不妨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去查一查 什么时候来这边逛是最好的时机 那么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希望您能更了解中国城的一些新风貌 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的规划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打个电话 或是上他们的网站去查一查 要怎么样可以来参加他们的中国城的导览 那么可以更了解中国城的一些历史 一些文化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可以尝试的 希望您还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如果您还想要再次欣赏的话 可以上到YouTube去用SoulLA TV搜寻就可以了 当然也还是非常欢迎您写email告诉我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或是说你觉得我应该再往哪边走的话 都很欢迎您跟我分享 好了我们就先这样子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But now you're under my time